人体内有206块骨头,它们构成了身体骨架,骨骼是活组织,会不断进行周期性更新。 骨骼形成与骨骼吸收之间的不平衡会导致不同疾病,例如骨质疏松症,成骨不全症。 此外,当骨骼内的细胞不受控制地生长时,就会出现骨肿瘤,最终可能导致骨癌。 香港晋汇大学中医药学院的吕爱萍教授和张哥教授,在骨骼相关领域进行了不同的研究,并获得高度认可。 在微重力下,骨质流失的速度是地球上的数倍。 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研究了Sclosting基因在太空微重力状况下对骨形成过程的影响。 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够协助制定一套保护措施和治疗策略,即研发新药物以预防或治疗太空旅行所导致的骨质流失。 这也可以作为老龄人口保健和治疗研发的参考。 除了太空生命科学项目,张教授和他的团队还研发了一种新药。 在市面上的成骨治疗药物,硬骨益素单抗能够促进骨形成并逆转绝经后骨质疏松症,从而显著降低骨折风险。 但由于硬骨益素存在心血管保护作用,导致硬骨益素单抗临床试验出现严重的心血管风险。 因此,静大团队致力开发新一代具有心血管安全性的硬骨益素抑制剂。 透过不断寻找和鉴定硬骨益素蛋白上是否存在不参与心血管保护, 却参与抑制骨形成的特定结构区或者结构域。 最终,团队发现硬骨益素蛋白特定结构区LOOP3缺失,可以促进骨合成、代谢WNT信号传导和承骨潜能,但不影响硬骨益素对心血管的保护功能。 这解决了在承骨治疗中硬骨益素单抗所面临在心血管安全问题的临床挑战。 为新一代硬骨益素抑制剂药物发现,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分子靶点的方向。 这一研究工作已被NATRO子刊《NATRO Communications》于7月22日线上发表。 基于这项分子靶点的研究成果,团队研发了一种新药。 新药并获得了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FDA的孤儿药认定。 在美国,孤儿药法容许FDA给予治疗罕见疾病药物特殊的地位, 旨在促进罕见疾病治疗的发展,这是香港首次有药物获得此认定。 我们成功研发了一个新型的核酸适配子,可用于治疗成骨不全症,也被称为脆骨症。 核酸适配子是单链的DNA或RNA,它们可以折叠成特定三维结构, 而与把蛋白高特异高氢核的结合。 我们筛选并优化了一个新的靶向骨硬化素蛋白的核酸适配子。 骨硬化素是一种分泌型蛋白,是骨形成的副调节因子。 筛选到的适配子可以结合骨硬化素,并抑制它的活性,因此可以促进骨形成。 团队利用位于香港科学园的香港晋惠大学粤港澳大湾区适配子转化医学与药物发现国际合作平台, 所建立的创新人工智能辅助的高通量适配子筛选技术, 与合成修饰技术,开展了筛选、设计、合成特异性靶向硬骨硬素LOOP3的核酸适配子APC001的工作。 结果显示,与硬骨硬素单抗相比,把向硬骨硬素蛋白LOOP3的适配子APC001在成骨不全小鼠模型中具有促进骨形成的潜能, 但在心血管疾病小鼠模型中不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这一研究工作已被Verenostic于7月18日线上发表。 除了在骨骼相关的应用外,基于核酸适配子的技术还可应用于其他领域如癌症诊断和治疗等。 张教授的其中一项专利是关于将抗癌药物自删唇与核酸适配子结合的发明。 此项改良可提高该药物在靶向癌细胞方面的性能。 改良后的新药具有较强的抗癌效果,而且毒性和副作用小,同时具有良好的水溶性和生物利用度。 由吕教授所领导的核酸适配子研究项目目前已获香港研究资助局2020年度主题研究计划拨款5000万港元资助。 核酸适配子具有靶向特征,在疾病诊断和治疗的应用上有很大的潜力。 我们与该领域的顶尖科学家组成了强大的合作团队,并开发了最先进的技术,即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研究成果。 最近,我们的适配子研究项目获得了香港研究资助局的2020-21主题研究计划拨款5000万港元。 我们已经开发出靶向骨肉瘤和胰腺癌细胞的适配子,我们将继续开发用于癌症诊断和治疗的高度特异性尸体。 我们希望促进适配子的分子肌理和用于诊断和治疗的转化研究,使香港成为世界领先的适配子研究中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